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山东辽城女童被困15楼窗外,维修工冒险救人。 近日,山东辽城一名4岁女孩不慎从16楼的窗口跌落到15楼窗外的一个狭窄的平台上。 危急时刻,小区物业员工从16楼窗户跳到15楼的平台上抓住了女童,在邻居的帮助下成功获救。 得到消息后,小区物业的维修工贺安友和小区业主贺增涛马上跑到18楼的15楼。 但是15楼的两姑业主都不在家。 情急之下,39岁的贺安友来不及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,从16楼窗外纵身跳到了15楼外的小平台上, 然后沿着楼梯外墙,慢慢挪动到小女孩子的身边,安抚好孩子的情绪后, 然后带着小女孩一步一步慢慢挪到15楼的窗户位置。 事发后,小女孩的家长赶到医院,向救人的贺安友和家人表示了谢意, 太感谢了,救了咱孩子一条命,从16楼往15楼跳,一般人没有那勇气做不到。